脱蜜是原則上希望一次過清 但有可能不清 為甚麼呢? 蜜是細胞 我們人是看不到細胞的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全科醫生何兆輝 和我們分享醫學專業知識 何醫生 你好 你好 剛才何醫生提到 二氧化碳激光 亦可應用於脱蜜 但我們知道脫蜜可能不能一次脫清 可否麻煩何醫生解釋 脫蜜原則上是必須一次脫清 如果一次脫不清 就下次又生出來 就像我們一棵種菜那樣的草 你每次都只是在表面 將草上面 泥土上面剪掉 下面那些永遠都會再生出來 所以脫蜜是原則上希望一次過清 但有可能不清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脫蜜細胞 我們人眼看不到細胞 唯一方法就是 我們做完一次盡量看清楚 跟著呢 在它結了家 脫了膠之後 盡快 如果出現有黑色的一點 即是我們有殘留 有殘留的時候 我看到它有黑色的一點 我們盡快幫它在那一點 周圍再做一次 將它清完 這樣就基本上斷尾了 或者是我們完全清除了這個脂 但假如我們每次都靜一點 每次靜一點 每次靜一點 這個脫蜜是永遠都脫不清的 那這個脂蜜的生長 有沒有說它是每個人陰影不同的情況 可能它的深度會有所不同 所以導致它有些時候需要反脫呢? 這個機會不大 我們看看皮膚的模型 我們看到下面黃色的是皮下層 是脂肪 中間這些有些紅色的地方 這是真皮層 這個是真皮 表面這些是沒有的 完全沒有血管 這個是表皮 我們常見的蜜 痣會生長在哪裏? 最常見的都是生長在表皮 和真皮之間 就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通常我們做脫蜜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將 假如粒蜜在這裏 我們將這部分脫掉 基本上就去到底部 當然有部份是很大顆很深 可以去到很深 這些情況我們就看 如果是能夠脫 儘量脫掉它 但要和病人溝通 就告訴你 有可能不清涼 因為那顆是太大了 很多謝何醫生今天的分享 再見 再見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 記得下載Dr.App 留意最新健康資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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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看 感谢观看